第十一章 介绍的是磁性物质 那么我们首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磁性这个性质在中国跟希腊老早就有人发现 有一些自然的石头叫磁石 对铁制品它会有吸力 比如说它会吸铁钉之类的 就是磁铁 那么到现在我们知道 电流会产生磁场 那也就是说运动中带电体 带电体在运动中 它会在它的周围产生磁场 所以这个磁场是带电体 运动中的带电体 所产生的 那么我们有时候会想 那好多东西我们都没有通电流 它会有磁性 那怎么会说是带电体运动而产生的磁场 那么这是因为我们看不见 那么我们的物质里面 它都是由分子构成 分子又是从原子构成的 那原子里面呢 它有原子核 原子核的周围又有电子 这些电子它不是净子在那里的 那么古典一点的说法就是说 这些电子是绕着原子核在转 既然是绕着它转 那么就是带电体在运动 所以它会产生磁性 好 现在我们就介绍一下 电子它的运动所产生的 Magnetic Dipo Moment 首先我们介绍 Arbital Magnetic Dipo Moment 就是轨道磁偶极矩 就是电子 电子绕着原子核 在旋转的时候 它的V V朝这边 在旋转的时候 它有运动 电子是个带电体 它这样子运动就相当于 这边有一个电流 是这样子流 有电流的话呢 那么它的路径就围成一个面积 这个面积啊 面积向量乘上I 就是它的磁矩 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了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介绍这个 这个轨道就是 原子周围的电子 分布于各层的轨道 它不是大家都挤在一起 它分配好的 哪几个在哪一个轨道 从里面开始排 排满了 这另外的轨道 到另外的轨道 这个轨道我们称它叫做 波尔轨道 那么这些电子呢 在古典的说法就是 它绕着原子核在转 好 现在我们假设有一个电子啊 在半径为R的圆形轨道上 以V的速度绕原子核转动 原子核转动 如这个图 所 所说的 如这个图上面画的 好 现在我们知道电子的质量是9.11乘10的负31次方个公斤 它的电量是负电 带1.6乘10的负16次方库轮的负电 它在轨道上运动的时候的角动量 我们上次讲过角动量 角动量就是等于R R是向外 R cross MV Cross MV 你一笔就知道 这个方向是朝Z轴的方向 就是MVR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算这个电子的磁举 好 电子每绕一圈所需要的时间 是等于2πR乘V 因为它的速度是V 2πR除V就是它的一周的时间 那么因此这个轨道上面就会有电流 这个电流就等于总电量 被时间来除 绕一圈的时间来除 所以电流的大小是等于这个 EV over 2πR 2πR 好 那么电流的方向 当然它V朝这边 因为它是负电 所以电流就是这样子流法 好 那现在我们看 它产生的这个磁举 I乘上A向量 I我们刚刚算出来是这个 那么面积向量呢 就等于这个面积πR平方 方向是什么方向呢 我们上次说过 这个面如果是由电流所圈 围成的话 那你就要顺着电流 右手定则顺着电流 因此这个方向是朝负Z的方向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 它的角动量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那我们就得到 磁举跟角动量的关系 是这个关系 磁举的方向跟角动量的方向 正好相反 好 那么除了这个轨道 电子做轨道运动 在轨道上绕圆子和运动之外 电子的本身呢 它会自转 叫自旋 自旋的话呢 它也有电偶极矩 叫做spin magnetic dipole moment 叫自旋偶极矩 那我们这个 这个角动量 前面我们是用L orbit 这是轨道角动量 spin的话呢 我们就用它的第一个字母 s spin 这个叫做自旋角动量 它也有自旋角动量 那么因为它带电呢 电子在这里旋转 电荷在这里旋转 它也会产生电流 那电流呢 也会产生磁矩 那么所以呢 s跟 它有s 自旋的角动量 也有自旋的磁矩 那么这两个的关系呢 我们不去捣了 那么量子理论 它告诉我们 它是这个关系 所以你现在就注意 轨道磁矩 跟角动量 是这个 这是轨道角动量 那么自旋的磁矩 跟自旋的角动量 是这样子 它们基本上呢 都是磁矩 跟角动量 都是方向相反的 好 那么 既然一个电子 它一方面绕着原子核 在转 所以呢 它会有轨道 偶极矩 一方面 它又自己在转 所以它有自旋的 偶极矩 那么这两个 同时存在 两个都是向量 那么因此呢 这两个都是因为电子 所产生的 于是它就可以 合成一个 核向量 合成一个 核向量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轨道 偶极矩 跟自旋 偶极矩 它就会合成一个 偶极矩的 核向量 那么一个原子里面呢 不止一个电子 对不对 好多个电子 每一个电子都会有 轨道偶极矩 都会有 自旋 偶极矩 然后合成一个 核向量 每一个都有一个 核向量 那所有的电子 都有这种 核向量 那么这种 核向量呢 在同一个原子里面 所以它们又合成一个 另外一个 更大的核向量 那么看整个物质来说 这个物质不止一个原子 好多个原子 每一个原子都有一个 磁矩的核向量 那么整个物质里头的 这些核向量 再求它的核向量 就变成总偶极矩的核向量 就构成一个核向量 好 如果这个总偶极矩的核向量 它不是零的话 它有磁场 就是有磁场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物质呢 它就具有磁性 因为它的总的 全部的 总的 偶极矩 产生的磁场 不是零 因此它就具有磁性 OK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 物质的磁性 一个物质 它有磁性 通常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磁性 分成三种 一个叫做反磁性 叫diamagnetism 一个叫做顺磁性 叫paramagnetism 一个叫做铁磁性 叫ferromagnetism 其中 这三个磁性当中 有一种磁性 叫做反磁性 反磁性呢 它是所有的物质 都具有 不管你是顺磁性的物质 还是铁磁性的物质 它都具有反磁性 所以这个反磁性呢 是物质的一个本性 都有 不过 如果一个顺磁性的物质里头 它的顺磁性 比反磁性大很多的话呢 因为顺磁啊 等等我们会讲到 顺磁性的物质 在磁场里面 它是朝着强磁场的方向 受力 那么反磁物质呢 它是朝着弱磁场的方向受力 所以这两个力量是相反的 如果顺磁的力 大于反磁的力 那么我们只看到顺磁 你看不到反磁 因为我们只看到合力 对不对 你看这个 就是我们一般的磁铁 这是一个示意图了 实际上呢 用这个样子看不到东西了 这个磁铁 这是N级 这是S级 磁力线是这样子过去 那么这个磁力线 比较稀疏的地方 就是磁场比较弱的地方 磁场比较弱 那这个地方就是磁场呢 比较强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摆一个 反磁性的物质摆在这里 反磁性就是说 它会朝 弱磁的方向受力 那就是说 这两个磁铁 互相排挤 排斥 所以我们可以说 反磁就是N级在这边 南级在这边 那么这个 S级在这边 那么磁铁是N级在这边 S级在这边 所以N级对着N级 它就把它推到那边去 在这边的话呢 就是S级跟S级相对 于是这个力量 也是把它排斥到外面去 这是弱磁 这个是这个反磁性 所以 所有的物质 因为所有的物质 都具有反磁性 那么这个性质呢 跟这个原子的基本结构有关 那我们现在看看 这个基本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首先看一个电子 就是原子里面的某一个电子 它现在朝这个方向运动 就是它的轨道是这样子的 轨道这样子的 那么它的电流就是这个方向了 对不对 电流就是这个方向 于是我们就可以 从这里 就是它在运动的时候 脚速度是Omega 那么我们就看它的轨道 O极矩是I乘A I就是这个 现在的A呢 大小是πR平方 方向呢 你看电流是这个方向 所以它的方向是朝正Z方向 所以现在它的持O极矩 轨道持O极矩 朝正Z方向 朝正Z方向 OK 如果它 覆电是这样子运动的话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看到 因为这是覆电 原子核带正电 带正电 于是它们之间就有一个互相的吸引力 这个吸引力 就是这个 电子 的向心力 所以它的向心力呢 就是等于M 就是AN AN就是R Omega平方 也可以AN R Omega平方 也可以写成V平方 被R来除 不过 它的方向呢 是跟R Univector相反 R Univector是朝外了 相反就是朝内 吸引力 OK 那么 如果 刚刚是没有外加磁场 现在如果我们加上一个外加磁场 这个方向也是在Z的方向 也是在Z的方向 那么这个电子 它在磁场里面运动 这个磁场不是只有这个油 就是说我们整个面积上面都有这么大的磁场 于是根据带电体在磁场中受力 QV cross B Q是负一 V cross B 你看V cross B 是什么方向 朝里头 那它负的 所以它就是朝外面 朝外面 好 那么这个电子现在受两个力 一个是电场的力 这是它的向心力 另外有一个磁场的力 让它跟向心力的方向相反 这就减弱了它的向心力 对不对 就使得它的向心力 现在减弱了 减弱了 本来应该只有这一项 现在多了一个这一项 减弱了 那么减弱了这一项 那我们也许会想啊 你这个力量变小了 向心力变小了 它会不会跳到 另外的一个轨道上去啊 就是你这个向心力 不够大的话呢 它这轨道会变大了 会变大 那么 我们说它不会 根据波尔的理论呢 你这个电子啊 你这个电子啊 只能够在 波尔轨道上面运动 波尔轨道是有固定的 固定哪几个轨道 你有一个波尔轨道 要到另外一个波尔轨道 它需要有相当的能量 供应它 或者使得它的 能量变少那么多 少一个相当的量 它才会跑到另外一个轨道 可是啊 这个变动的很小 所以它没有办法从这个轨道 变到另外一个轨道 好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就说 它的 反应就是 这个电子原来是以 Omega的速度在转 对不对 现在啊 它多了一个力 跟向心力相反 所以它的Omega呢 就变小了 变成Omega prime Omega prime Omega prime比较小了 OK 好 那么 这个是 有磁场 磁力的时候 这个是只有电力的时候 向心力 你看 只有电力的向心力 是这么大 那么 多了一个磁场以后呢 它的角速度变小了 有Omega 变成Omega prime 变小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说Omega prime 应该等于什么 应该等于原来的Omega 减到一个 Delta Omega 减到一个量 减到一个 Omega的 相当的一个 小小小的量 好 那么 Omega变小了 那么 Mu arbiter 就是 轨道的 磁偶极举 也变小了 也变小 因为它是跟Omega有关的 所以Mu 是这个 本来是这个 那现在呢 因为它的 小速度变小 那我们就说 它 这个值要变小了 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 它就开始变小了 这就是它变小的一个量 这个量是什么呢 Delta Mu 这个量 就是 Z 乘上这个 这个方向 是 负Z的方向 朝这个方向 那我们原来 加的外加磁场 是什么方向 这个方向 你加一个 外加磁场 以后 它这个Mu 本来的Mu 就变小了 就等于多了一个 这个方向的 一个磁举 OK 这个磁举 是跟 外加磁场的方向 相反 那也就是说 这个原子 你加一个 外加磁场 以后呢 它会产生 一个磁举 跟外加磁场的 方向 相反 相反 这就是 反磁 OK 好 那么我们再看 如果 有的电子 是这样子运动 刚刚是这样子运动 它这样子运动的话呢 它的I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 这个时候 Omega还是 小速度还是 V这个方向 还是这样子运动 好 那么它的 Orbital Magnetic Moment 就是在负 就是在负 Z的方向 负Z的方向 因为现在 它的A A是什么方向 朝下 朝下 好 那么 如果它的向心力 还是原来的 就是负1 跟 这个 正电荷 所产生的电力 原来是这么大 还是负的 负R的方向 好 那你现在又加了一个这个 就多了一个 现在我们加一个外加磁场上去的话呢 它就有一个磁力 这个磁力朝什么方向呢 V cross B 是向外的 层上负1 就是朝内的 所以 现在 它的磁力 是跟电力 相同 就是说 这个磁力 使它的向心力增加 向心力变大 这是磁力 磁力 这个有问题 这个 这个有个负号 漏掉了 这里有个负号 这里 这有个负号 因为它这个 R是朝这里了 它是负R 所以 它现在的 本来的向心力是这个 现在又多了一个这个力 这个力 也是在负R的方向 所以呢 这两个是加起来 变成这样子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比较 这是原来的向心力 这是 后来 外加 有外加磁场的时候的向心力 这个向心力呢 比这个 比这个 它现在 也是一样 这个力量 最像增大 但是它轨道 它的力量不足以 就是说它的能量 不足以让它跳到另外一个波尔轨道 所以它还是保持原来的波尔轨道 只不过它的 Omega变大了 变大了 Omega prime OK 稍许变大了 好 那Omega prime 就对Omega加上 Delta Omega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 磁偶级 就要 变成一个 另外一个磁偶级 这个磁偶级要比这个大 比这个大 那它就是等于 本来是这个东西了 现在多一项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它 这里就有一个Delta Mu的向量 就是这个 传进去 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呢 负Z的方向 我们的External Magnetic Field 是朝正Z的方向 这两个还是相反 所以说不管你的电子 原来是这样子转 还是这样子转 那我们加一个 外加磁场 在Z的方向的时候 它都会产生一个 轨道偶级 磁偶级局 是跟外加电场相反的 这就是它的反磁性 OK 这是反磁性的原理 所有的物质都有这种现象 所以所有的物质都有反磁性 那么我们说物质的反磁性 非常弱 非常弱 我第一个图画的那个 摆一个磁铁 你把反磁性的物质摆在两边 它会吵 它会被排斥 其实你如果都摆在桌子上 它不会动 不会因为排斥就被推出去 不像磁铁 吸铁钉或者排斥磁铁的时候 看得见 它看不见 因为那个力量太弱了 物质在桌面上它有摩擦力 它那个力量远比摩擦力小 所以根本看不见 那是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才测试出来 好 现在我们看顺磁性 顺磁性就是说 这个物质 或者这个物体 它所有的原子里面的 总磁偶及举 不是零 不是零 那么这个是 不是零 它是一个具有磁性的 它跟我说你什么外加磁场啊 什么跟那个没关系 它本来就是一个磁铁 就是说你这个每一个原子好了 它都是一个磁铁 每一个原子都是一个磁铁 本来啊 它排列的时候 是乱七八糟的 凌乱的 凌乱的话呢 这一群的小磁铁 小磁局了 对外界就产生了磁场 就是零了 因为它很凌乱 很凌乱 但是如果我们 在外面加一个 外加磁场的话 External Magnetic Field 这个Field就 就使得这个 顺磁性的这个磁局 排列 排列的跟它一样整齐 不是所有的都排列整齐 有一部分排列整齐 一部分排列像这个样子 那么排列的像这个样子的话呢 那么它就会在外界产生磁场 因此这个物质啊 你没有摆在这个外面的时候啊 它没有磁性啊 那你摆在磁铁的附近 它就变成有磁性了 这个磁性呢 你看磁场朝这一边 磁力线朝这一边 它的S在这边 这个磁铁的NG在这边 它是互相吸引的 你如果摆在磁铁的这一边的话呢 那NG对S也是吸引的 所以这就是顺磁性 就像这个样子 摆在这个附近 S级就对了NG NG就对了S级 于是啊 它就会被吸引 被吸引到磁场比较强的区域 较强的区域 好 如果我们把这个磁铁拿掉 就剩下这个物质 它刚刚是因为有磁铁的关系 它里面的小磁局排列整齐啊 你现在把这个磁铁拿掉 好 外加磁场拿掉 它又恢复原来那个凌乱的局面 那么在外面呢 又不会产生磁场 它就说 一旦外加磁场撤除的话呢 它的偶极局又恢复凌乱的状态 这就是偶 这就是顺磁性的物质 那顺磁性的物质有哪一些呢 比如说过渡元素 周级表上的过渡元素 稀土元素 还有一些光化学性的元素 它是顺磁的物质 另外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叫做铁磁性 各位看到的这个磁铁很强 它把铁钉一下子就吸过来 能够做成磁铁的物质 就是铁磁性 那么铁磁性跟一般的顺磁有什么不一样呢 铁磁性的构造就是说 它里面分成好多好多这种小小的区域 小小的区域 这个小区域我们称它叫做 magnetic domains 叫磁酬 磁酬就是田 酬就是田的意思 田地 好像磁的一个田一样 每一块磁酬上面 有好多好多个分子 这个面积很小 就10的负6之方 到10的负2之方 Centimeter cube 就百万分之一个 百万分之一到百分之一个 立方公分 它里头有多少个 多少个这个 铁磁的分子呢 你看 它有17之方 到10的21之方 有这么多个 这么多个 好 它是这么多个 它都是在这个同一个田里面 都是排列整齐的 像这块田里面 有这么多 排列这个方向 这块田 跟它不一样 它朝这个方向 这个田 又跟这个不一样 就是大家的排列都不一样 好 这样的排列就是 很凌乱的排列了 凌乱的排列呢 那么就使得 它的外面 不会有磁场 比如说我们铁钉 它是铁磁性 它会被磁铁 嘣就吸过去 可是单单一个铁钉 它不会有磁场 就是它的磁铁里面的磁场 是凌乱的 凌乱的 那我们不要画那么多 画那么多 你要去画它 画好多精神 我们就画成这样子 四个区域 这方向 这个跟这个方向相反 这个跟这个方向相反 这就当作 没有外加磁场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等到我们 有外加磁场加上去了 它有变化了 这个磁田有变化了 怎么变呢 它这个边界产生迁移 Boundary shift 边界迁移 就是顺着这个方向的磁田 磁场跟这个方向相同的磁田 面积变大 就体积变大了 其他的体积就变小 当你这个磁场更大的时候 那这个面积就继续 体积变得更大 这个就变得更小 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 这个物质被磁化 磁化 那么当我们家的外加磁场 不是很大的时候 这个体积会增加 但是增加的不够大的时候 你把这个外加磁场测掉 这个外加磁场也测掉 它就回复原来的样子 回复原来的样子 那就是说 当外加磁场是不怎么很大的时候 这个磁化是可逆的 可逆的 但是等到这个大到某一个地步 变大变大 再大一个 大到某一个地步 你把这个外加磁场撤除 它不会回来了 不会变成原来的样子 我们就化成这个样子 你看 大到这个地步 你把这个拿掉 它也不会 这个也不会变成这个 不会变成这样子 这就叫做不可逆 大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 你把这个拿掉 它不会恢复原来的状态 这个时候就是不可逆 那我们就称为 这个时候 这个铁石物质 它被磁化 是永久磁化 永久磁化 如果你在继续加大 继续加大 已经不能 这个 大到这个地步 它已经不能够回来了 不能可逆了 再继续加大呢 它的变化就是 它不是这个样子变化了 它的变化 再继续变大的话 那 像这种的 我们就说 像这个样子 它就不是什么 不是boundary shift boundary没有shift 它是跟它不同的方向 跟它相同的 还是保持相同方向 此举跟它 外加之道不一样的 它开始旋转了 开始翻个跟斗 它翻跟斗的趋势是什么 就是你看 它本来是水平的 它现在变成这样子 那就是朝上面有一个分量 跟它一样的 这个也是一样 本来是这样子的 现在变成这样子 就有一个向上的分量 跟它一样 这个本来是 全部向下的 现在偏了一点 就是它的词举也是有向上的 本来是比较长了 在这里 也是向上 就是说开始 它就开始一个旋转 让它的这个词举 又偏向这一边的一个方向 那么这个是 这都是不可逆 不可逆 因为这个磁铁磁化的时候 它磁化的程度不一样 它的结构就不一样 它能不能回来 就看它磁化的程度 因此这个磁铁 我们说它是有记忆的 它能够记得住 我曾经磁化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所以它有记忆的 所以我们电脑里头的这个 记忆体 有的就是利用这个磁性 磁的铁磁物质的性质 是因为它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评论